台群署人员靠近这艘游艇 船上的人好紧张 不太想被搜索 神神秘密就是因为 打开甲板的铁盖门 里面居然藏了人 原来看似游艇 居然是俗称坐筒子的人蛇偷渡船 祝先被抓到后 头戴安全帽不乏 一语看似平常人 他就是价格很敢开的 南部知名人蛇偷渡集团首脑温俊龙 以六十万元的代价 于六月中旬从高雄的海边 偷渡到了中国大陆 他涉及的大案可不少 前里长朱雪璋 今年五月二十判刑定院后 二十二号逃机出境失败 接着到南部以六十万价格 委托温俊龙找船 从高雄新达港出海 到金门换游艇偷渡进中国 曾经涉及了枪级要犯的一个 偷渡案件 连去年在台中杀戮查馆 行刑事开枪扫射的两名枪手 因为大案棘手 没人敢接 也是温俊龙大开口 一人七十万 两人一百四十万 一样从新达港外海出发 将人先送到越南上岸 再偷渡进中国 温俊龙名下虽没有游艇 但人脉广 随时可调度渔船偷渡走私 发生在马祖越南的偷渡案 一口气短三十九人 王兴兄弟党主贤 就是温俊龙合作伙伴 他们以一人二十二万价格 帮越南黑工走私进来 而若是台湾出去 价格约五十万 温俊龙专门接几手大案 价格开到七十万 都已有人买单 这一次朱水章事件 意外让这台湾偷渡网落网 到底涉及多少大案 警方持续追查 参讯宣言红股仙 高雄报导 高雄永安一带的人 对他温俊龙不太熟悉 行事低调理着拼头 戴墨镜 常出国到韩国 也来一张自拍照 到蜡像馆也逗去和习近平 欧巴马合照 亲友称他温懂 但实为偷渡首脑 海巡十几个人 在岸边大规模巡逻画面 实为罕见 越过消不快 到永安新达港海边 做详细讨论 似乎就是为了他 49岁他开过渔产公司 所以人脉丰富 更把农产公司设在金门 让他频繁出入也不足为奇 烫手案子野杆机 一开价就是70万 探几盖 据传警方搜证的两个月 发现温俊龙就会拿起钓干钓鱼 疑似就趁机观察潮汐和洞线 这位大哥就曾目睹 扇板出海没人管 原来守规矩的 从发电厂旁出海 有检查上 钓客一整排相对难做事 但绕一圈 无零头 人潮稀疏 甚至我们就直击 民众正准备搭独木舟出海 一群人钓干准备好 要去钓鱼 但少了管制 若是有心人 一样也能毫无顾虑从海边出境 温俊龙善于伪装 观察 雨产水利商 变成偷渡集团首脑 狼狈落网 三立圈田居达内部乡 高雄报